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918天 也是库尔斯克之战的第24天 在乌克兰领土上 过去24小时 俄乌双方各个接触线上的激战依旧 乌方通报 在乌克兰领土上贡发生了有182次战斗冲突 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发动更猛烈的进攻 乌军阻止了俄军继续推进 昨夜今晨 乌克兰无人机再度飞抵俄罗斯境内的罗斯托夫地区 不过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另一个油库 卡米扬地区莫洛基日内村附近的阿特拉斯油库 袭击发生5个小时后 罗斯托夫州长确认油库的三个油罐起火 并一如既往的报告 四架无人机已经被击落 无人员伤亡 消防队员已经到位云云 目前罗斯托夫地区的两个油库都在燃烧 普罗列塔尔斯克油库在预袭11天后 油罐大火虽有所减弱 但依旧没有被扑灭 与此同时 据基洛夫地区州长亚历山大索克洛夫称 一架无人机袭击了基洛夫地区科捷利尼奇市的油库 科捷利尼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150公里 此外 今天俄罗斯社交媒体纷纷报道 乌克兰袭击了梁赞州新米丘林斯克发电厂 导致发电厂起火爆炸 但克里姆林宫的媒体宣布 是发电厂附近干草自然导致 后来又更正说是技术故障 当天 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联邦沃罗尼日地区 扎帕德集团军的一个野战炮兵弹药库 这个弹药库一周前也曾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 比尔格洛德州长下令在乌克兰边境附近转移平民 并关闭了35个定居点的入口 以应对与乌克兰的紧张边境局势 在克里米亚大桥上 俄罗斯人放置了一个Pensiris一防空系统 足见其十分担心乌克兰的袭击 他们甚至开始担心莫斯科了 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声称 美国开始谈论将远程巡航导弹JAS 转移到F-16战斗机使用 要明白 这种导弹的现代化版本 能够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击中目标 也就是说 它能够击中莫斯科 一些人把此类袭击当小儿科 其实不然 如果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 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设施的袭击 按照这个频率继续下去 将重创俄罗斯的经济支柱 回到战场上来 目前 俄军在哈尔科夫 恰索夫亚尔 扎波罗热前线 已经完全停止了连击以上进攻行动 拖列茨克方向的进攻也有所减弱 旨在波克罗夫斯克 也就是红军村方向全力进攻 并且最近的推进速度相当快 图中 申皇线表示 乌克兰向库尔斯克军进攻开始前 波克罗夫斯克战区前沿线的位置 过去二十多天 俄罗斯在此方向拿下了145平方公里 其中过去两天 俄军攻占了定居点三个 面积30平方公里 而且双方没有激烈战斗 乌军几乎是不战而退 这是网络上不断渲染 乌军崩溃的原因 但就像我此前所说 这个崩溃太过不同寻常了 首先 乌军没有表现出溃逃的迹象 其次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位指挥官 因为不战而退受到处罚 一向喜欢在战事吃紧的时候 亲临一线的希尔斯基 过去一两个月一次 也没有去过红军村 通常来说 这意味着他 要么是不重视这里 要么就是一切都还在他的掌握之中 红军村的重要性 我此前已经多次说过了 希尔斯基不可能不把它当回事 所以我认为 蟋蟀很可能是将红军村作为诱饵 让普京觉得夺取他的希望很大 因而将精锐都摆在这个地方 为乌军在其他战区的行动创造条件 或者干脆就是诱敌深入之际 拉长阿夫迪夫卡以西的这个突出步 然后吃掉冒进的俄军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很可能都将在9月揭开谜底 库尔斯克前线 从美国战争研究所绘制的 最新战况图上看 乌军在过去24小时 重新控制了科利涅沃东北面堤 约100平方公里领土 同时重新控制了苏甲东南面 仅20平方公里领土 俄罗斯著名博主罗曼诺夫声称 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攻击 在E38高速公路 库尔斯克雷利斯克段上 移动的所有东西 目前该公路已关闭民用交通 此外乌军昨日还袭击了利哥夫 同样在E38上的铁路 这显示乌克兰人的确已经离 E38不远了 科列涅沃方向目前已经确认 朱拉夫利村和卡利诺夫村 完全处于乌军控制之下 而摄普图霍夫卡村内正在发生战斗 朱拉夫利在这个位置 俄罗斯频道报道称 科列涅沃东北部的亚历山大罗夫卡 已处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此外维特雷诺、热伯洛夫卡、杜罗夫卡三角区 也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之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看起来乌军正在一步步包围科列涅沃 赛姆河西南方向 目前来看 乌军没有强攻阁、卢石科沃的意思 打员的意图十分明显 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 这块区域有部署在苏梅的防空系统的保护 空天军不大赶来 打起仗来比较轻松 现在库尔斯克战场乌军攻势有所放缓 来自俄乌双方的大量信息显示 乌军正在多处现有接触 线上构筑阵地 似乎是准备守住现有控制区 围点打员 发挥乌军自身优势 以较小代价最大限度地消耗俄军 俄罗斯多位知名军事博主透露 乌军推进到科列涅沃的东部和东北部的 维特雷诺 克雷米扬斯科耶和谢普图霍夫卡 一些带地里标识的影片和照片 印证了乌军在这个方向的迅猛推进 乌军攻下铁路交通枢纽 科列涅沃或指日可待 我坚持认为 乌军不会继续向俄罗斯纵身推进 只会沿乌俄边境35公里以内 建立所谓安全缓冲区 这样可发挥乌克兰一侧乌军制空权和炮火优势 最大限度地避免与俄军进行硬碰硬的攻坚战 俄乌战争爆发第918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内 不包括俄境内库尔斯科战场上的 俄军装备的人员损失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战损如下 歼灭俄军1200名 累计俄军61.24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三辆坦克 18辆装甲车 27门火炮 一个防空设备 52辆油罐车和后勤重在车辆 15个特种设备 击落21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3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累计损失约14.5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为1比1.5 俄军袭击还造成约2.3万名乌克兰平民死亡 约10万乌克兰平民受伤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大量信息显示 与俄罗斯保留正常贸易关系的 集安组织成员国 和一些中东国家的金融机构 为避免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 正停止和严格限制 与俄罗斯企业的金融结算业务 这对俄罗斯正常贸易 以及获得军民两用产品 带来极大冲击 因乌克兰的要求 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召开了紧急会议 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 在会后表示 有必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 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他说乌克兰每天都继续拦截 俄罗斯导弹 拯救了无数生命 但乌克兰维持防御的能力 需要增加供应和更多支持 在俄罗斯最近的袭击之后 盟国今天确认 他们正在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正当乌克兰竭力争取西方阵营 同意使用原武导弹打击俄罗斯纵身目标的时候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8月27日记者会上明确表示 西方如考虑准许用他们提供的远程导弹 攻击俄国目标是玩火 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局限于欧洲 这意味着除了欧洲首当其冲 俄罗斯还会向欧洲之外的美国 加拿大这些敌对国家发动和打击 拉夫罗夫警告 如果西方扩大对乌克兰武器使用的授权 将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长时间以来 我们一直听到一些关于允许使用风暴阴影 以及美国原武远程导弹的猜测 我们重申 这是在玩火 他们就像玩火柴的小孩子一样 可这对了解核武器的成年叔叔阿姨们来说 是件非常危险的事 拉夫罗夫还表示 美国人明确将这些核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讨论联系在一起 他还表示 如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会局限在欧洲 拉夫罗夫强调 俄罗斯正在明确其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在俄罗斯官员嘴里所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核战争 俄罗斯不是首次进行这样的核威胁 但这一次是最为明确的 因为核武器毫无差别的巨大杀伤力 因此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声称 不首先使用核威胁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同样做了这样的公开承诺 但实际上 俄罗斯整天把核威胁挂在嘴上 我一直认为 俄乌战争存在演变成为核战争的巨大风险 而不是西方阵营国家政府没有见识魄力 掌权的全是一帮损获 而西方阵营突破这个最大心理障碍非常困难 因为这确实存在引发核战争的巨大威胁 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在原武武器方面 一直率先突破俄罗斯划定的一条条红线 但在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多次公开表示 原武武器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之后 实际上依然禁止使用原武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用来摧毁克里米亚大桥和俄罗斯本土一样 我认为这不是他们愚昧或胆小 而是他们依据各种信息和情报 做过非常严谨的风险评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只能俄罗斯用导弹无人机袭击乌克兰 而乌克兰只能被动挨打 尽管俄罗斯曾经扬言 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但乌克兰不仅使用自行研发的无人机 改装对地攻击的海王星反舰导弹 最新研发成功的无人机导弹 持续袭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 而且派携带西方原武重型装备的装甲部队 攻进了俄罗斯境内 控制了1200多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 我认为由西方阵营暗中提供技术 自今支持乌克兰在全球采购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设备 包括批准向乌克兰出口导弹制导系统和火箭发动机 说直白点就是让乌克兰自行组装北约制式的导弹 这样做相对于直接使用原武导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关键军事设施 因此引发核战争的风险要少得多 我相信乌克兰和西方阵营军工企业的合作 正在实施这个计划 并且很快就会有成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7日就曾透露 乌国防工业已经成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谈到令人谈虎色变的核战争 我想用非常通俗的表述做一个科普 坊间一直流传一枚战术核导弹 可以团灭一个尸 一座中小型城市 而一枚战略核导弹 可以毁灭一个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 而美俄两国手中的核武器 可以毁灭地球好几遍 事实上在没有岩石和钢筋混凝土 建筑阻挡的空旷地带 一枚战术核武器 足以令人死亡和重伤的冲击波半径 一般在两公里以内 战略核武器的威力可达十公里左右 但是绝大多数城市 都有密集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战术核武器产生的冲击波 无法摧毁离核爆中心 1.5公里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威力巨大的战略核武器 也无法摧毁核爆中心 三公里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谈到核战争与核污染 核辐射致病致死的可怕情形 更令人谈核色变 这主要是源于网络上 流传全市广岛 长期遭受和打击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和福岛核事故 带来的各种生态灾难 比如无数人死于上述核爆炸 和核蟹漏产生的核辐射污染 又比如老鼠长得像猪那样大 而且极其凶猛 再比如俄军入侵乌克兰时 误入核污染区导致大量人员死亡 我必须说 这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严谨且有兴趣了解相关情况的观众 可自行查阅权威机构发布的广岛 长期二战后 核辐射致病和死亡人数统计 以及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泄漏 带来的伤亡人数 相关政府统计和严谨的科学研究 都是公开的 更有流传和污染后 几十年上百年都是无人区 但现实是受到核打击的日本广岛 长期在战后一直有人居住 而且迅速恢复繁荣 战后七十年因核辐射致病致死的广岛 长期居民人数排在人类各种常见疾病的十位之后 没有证据表明 战后广岛 长期地区的癌症发病率高于日本其他地区 希望大家可以相信科学统计 不要只相信根深蒂固的自我感觉 如果核辐射污染如此可怕 为何广岛长期战后迅速恢复繁荣 且两地人均寿命并不低于日本其他地方 就核战争带来的危害 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结论 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一样 确实因为无差别的杀害大量平民而非常可怕 但核武器其实就是一个大炸弹 显然乌克兰人深知这一点 因此俄罗斯庞大的核武库 阻止不了乌军攻入俄罗斯本土 同样的也挽救不了俄军在战场上的最终失败 如果俄罗斯悍然动用核武器 最坏情况下可能导致西方阵营 最多50至500万人的死亡 俄罗斯则会立即遭到报复性和打击 且北约国家军队会进入俄罗斯解除俄武装 绝对不会有任何国家被核武器毁灭 只有俄罗斯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获得新生 但是没有任何西方政客感冒导致民众死亡 50至500万人的风险 连可能导致500人或5000人平民死亡的风险 借他们100个胆也不敢 这就是西方的政治现实 正因为如此 俄罗斯的核威脅迫使西方阵营 不敢在原武武器上放开手脚 从而给乌克兰人带来更多的痛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